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反习力量的集结与常识 四名二十大代表被取消资格的原因 从海外媒体盛传席下礼上 到对动态清零的全面否定 从打破七上八下 到对孙力军政治团伙宣判 从台海风云到中美不是冷战 盛世冷战 从内到外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对美关系 随着二十大日期的逼近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反习近平政策 或他个人连任的集结和常识 最近网络盛传习近平遭到软禁 到有新华社退休资深记者发文 寄望老同志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将目前健在的元老宋平以及退休的领导人江泽民 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提到他们的用意 这个含义是非常清晰的 也就是不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 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存在中共党内 以及社会上确实有反习力量的存在 如果要深入的分析这股力量 又可以区分成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党内不满习近平的人马 不论是反腐遭到牵连 还是在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前大权旁落 这几个月来海外的消息不断 首先是在华尔街日报 今年5月16号的报道 文中表示李克强走出习近平的阴影 努力的恢复修复中国经济 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 一些被边缘化的总理原有的权利 他尽量的回调 要挽救经济 几乎在同个时间 海外自媒体也传出习下笔上的信息 有分析就指出 从信息源来分析 可能出自中共党内不同的派系 各有不同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 在海外受到关注热议的程度 显示了要迈向第三任期的习近平 在海外的华人圈 确实对他意见多多 强烈到尽管明知道 有些涉及到习近平的是不实的讯息 但还是因为对习近平有强烈的恶感 而选择相信谣言 另外 从习近平团队在二十大前审判肖建华案 也可以推论习近平对于 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金融动荡非常忌惮 对于肖建华立功的描述 也是对于部分元老和太子党的遏制和警告 从一个层面也可以显示出来 红二代因为种种的原因 对于习近平曾经有过的支持 已经大大的缩水 甚至私下抱怨连连 颇有欲除之而后快的快意恩仇的情绪 习近平在二十大前还把了大刀砍向了钱袋子 也向枪杆子和刀把子 尤其是刀把子下手 除了王小红被提升为公安部长和政法委副书记以外 应勇皆副检察长 对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宣判也依次的展开 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关键的要害部门的整顿 显示了习近平团队对原有权力格局的不放心 对于老干部的腐败 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了 也触动了老干部的敏感神经 一大批已经退休多年 超过七十岁的老干部 以往的贪腐事迹被曝光 原来享有的福利和待遇被取消 这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习近平希望能够威慑控制老干部群体 但从新华社原广东分社社长顾万民所写的老同志 是党的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一文的精神来看 已经有将习近平团队视为四人帮的倾向 因此这个文里面才会提到 在关键时刻老同志希望老同志能够挺身而出 拨乱反正如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挽救党国家和人民 在二十大之前海外也盛传习近平从九月十六号 从上河崩会回到中国以后 已经神隐了十天 习近平被政变的讯息在海外疯传 可以解释成在二十大之前反习人士的集结 从习下礼上到习近平被软禁 从全面否定清零政策到抨击战狼外交 中国的党内确实存在一股对于习近平敢怒而不敢公开的势力 这也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后必须面对的国内外更加严峻的考验 我们再来关心中共二十大代表异动的相关讯息 明报的分析指出中共二十大的两千两百九十六名代表 昨日公布与稍早前宣布的两千三百名额相差了四个人 而和先前的名单做对比的话 被取消资格的四个人是黑龙江华川县万新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金超 甘肃省常委兼省委秘书长周伟 浙江嘉兴市委原书记张斌 以及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上洪 除了周伟是突然离世以外 另外三个人被拿下的原因还没有清楚 其中张斌本月初才被免职 新职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有消息就说他可能已经遭到了这样子的处分 他们被撤销了二十大代表的身份 相信和他们面临纪委的调查有关系 最后为各位观众介绍描写中国西北农村夫妻苦难生活的电影 《引入成烟》 我也跟各位观众介绍过这部电影 已经从中国各视频平台下架 像优酷视频 爱奇艺 腾讯视频的搜索 都没有办法找到引入成烟的完整影片 有中国网友发文称下架不是暂时性的 后续还能不能重新上架 并不清楚 《引入成烟》在中国引发两极的评价 欣赏者认为这部影片真实的反映了部分农民的生存状态 批评者认为影片夸大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丑陋 迎合西方对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刻板印象 甚至使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支离破碎 这个片子在7月8号上映以后 一开始票房并不好 但8月下旬以来 票房逆袭 9月1号引入成烟 在上映56天以后 首次夺得单日的票房冠军 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 这一次遭到下降 肯定是被认为抹黑中国农村的现况 以及对于扶贫的成果 可能有打折扣的作用在里面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